当Dream和Techno一同被六个猎人吹杀 他们还能凭借MC最强玩家的超凡实力成功活下来吗 故事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曾经的Dream、Techno和Safnep还是亲密无间的三胸贵 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一起住在一个大大的房子里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 一反常态的Safnep不仅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物资 甚至还放火点燃了房子 准备烧死Dream和Techno 好在Techno及时起床 并且叫醒了熟睡中的Dream 两人及时跳入水中才躲过一劫 私立逃生的他们决定找到Safnep问清缘由 两人开始四处寻找大海捞针 但他们也毫无放弃 终于在热心村民的帮助下 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洞 寻找着Safnep的蛛丝马迹 两人独服前进小心翼翼的靠近 他们多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然而真相却是如此残酷 Safnep此刻正和五名烈人分享着脏物 可即使是亲眼所见 这幕对Safnep还是充满了信任 他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会变回来的 并不将日记本递给了Tekno 里面还有三人共同生活的照片 往事历历在目 但Tekno还是觉得失去的不能回来 悲伤过度 Tekno一个失误 狡猾衰落 而衰落声引起了猎人们的警觉 发现Dream和Tekno仍然活着的猎人 力兵莫麻 来势汹汹 一场充满速度与激情的生死竞速 即将上演 面对有着人数和装备优势的猎人 Dream和Tekno只能选择先行撤退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 Dream和Tekno改变策略 决定兵分两路 顶风再现 猎人方面 乔治 Bad和Sepnap负责追击Dream Tommy Sam和Aunt则负责追击Tekno 他们步步紧逼 几度将Dream和Tekno逼入绝境 然而 即使面对着Sepnap的赶尽杀绝 Dream依然相信 Sepnap会回到从前 你们说如此真诚的Dream 能否让Sepnap回心转意呢 不久后 Tekno回到村庄 准备击杀铁傀垒 收集铁定 Sam单枪匹马前来偷袭 然而 面对强大的血神 也是纷纷中败下阵来 另一边 Dream回到地面 躲进高树 并且试图利用自己的保护色 隐藏自己 可惜眼前的猎人 还是发现了他 并爬上高树 对他展开了 更为猛烈的追击 穷途末路之时 Dream果断跳下高树 面对底下的滚滚岩浆 Dream在落地的同时 迅速放水 生成的黑钥匙 瞬间将猎人隔绝 同时用门隔开岩浆 使他能在岩浆下 不慌不忙地合成武器 之后他更是挖通地道 安全撤离 与此同时 Tekno来到一处 废弃传送门 依靠精湛的射击技术 不断将猎人拒之门外 历经千辛万苦 Tekno和Dream 纷纷穿过传送门 最终在下界再次会合 短暂的寒暄后 两人便马不停蹄 重新增工合作 Dream负责和助林交易 获取墨影珍珠 Tekno则负责击杀 猎猎人收集猎猎猎棒 正当他们收集物资时 猎人们不依不饶 再次追上 面对猎人和昔日好友的 穷追猛打 Dream不禁在内心深处 发出了沉重的疑问 谁是CyperNap的朋友 为什么要追杀我们 我们只是想击杀 墨影龙而已 带着疑问 Dream一边收集物资 一边应对着猎人 疯狂的追击 即使面对着CyperNap的背叛 他的内心还是 不愿伤害CyperNap 一分一毫 然而凶猛的猎人们 完全没有因为Dream的人词 而有着丝毫动摇 他们穷追不舍 最终将Dream和Tekno两人 逼上了绝路 面对身后的万丈深渊 穷途末路之时 Tekno掏出工作台 光速做出一艘木船 看着这一幕 Dream心灵神会 果断跳下悬崖 坐上了Tekno的副驾 猎人还想前来追击 但Tekno早有准备 一发百步穿扬 直接打破木船 使其掉入岩浆 活活烧死 死里逃生 Tekno和Dream回到主世界 迅速从船舵门附近撤离 来到安全位置后 合出了足够多的墨影之眼 并开始寻找墨地要塞 图中两人路过猎人 大声密谋的洞穴 确定猎人就在洞穴里后 两人心生一气 他们收集大量木头 在洞穴正上方做出围栏 然后在中间放水 并将告示牌放在洞中 紧接着他们绑架了大量怪物 万事俱备 他们挖开洞口 让怪物们全部掉落 凭借这波操作 Dream和Tekno一举消灭了三个猎人 此时只剩下Subnap和Tommy两个猎人 他们还能阻止Dream和Tekno击杀墨影龙吗 依靠墨影之眼的定位效果 Dream和Tekno很快便找到了墨地要塞的位置 两人进入墨地 Tommy和Subnap也紧随其后 凭借百发百证的射击技术和落地水等操作 进入墨地的Dream和Tekno 不断破坏着一颗又一颗墨影水晶 尽管Subnap和Tommy前来阻止 但也是无际仪式 伴随着最后一颗墨影水晶的爆炸 Dream派水向墨影龙发起猛烈进攻 然而猎人们并不打算坐以待毕 他们竟然重新做出一颗墨影水晶 并搭起一道石墙进行保护 眼见无法用弓箭射击 Tekno搭起一道天桥准备亲自动手 Tommy则自高费用前来应战 正当两人交战正竿 Dream偷放冷箭 直接将Tommy击落天桥活活摔死 此时场上只剩Dream、Tekno和Subnap三人 昔日的月下三胸跪 如今却是兵戎相向 正当Tekno准备干掉Subnap时 Dream拦下了并将日记交给了Tekno Dream仍然相信 Cepno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他希望Tekno相信他 不要伤害他 万望种种涌上心头 Tekno想起了Subnap放火烧家的场景 而就在此时 际目被墨影龙偷袭打落 没了际目的阻挠 愤怒的Tekno扔掉日记 举起斧头准备解决叛徒 然而下方飞来的一剑 却将它击飞落下 活活摔死 故事最后 Dream为了救Subnap却伤害了Tekno 小伙伴 你们说 如果是真的Dream 结局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